很快的 2024 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 在 2024 年上半年发布了非常多的新车 不过这些车大部分都是中国品牌 日本车在今年就比较安静一点点啦 不过到了 2024 年的下半年 日本车终于有新车要来了 那么那些车包括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预测会在 2024 年下半年登陆马来西亚的新车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第一款会在 2020 年下半年登陆马来西亚的新车 就是这个 Nissan Kicks 的 e-power 车型 相信这款车大家听了很久 可是最近终于确认了这款车会来马来西亚市场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讲 国外已经有了大改款的车型了 马来西亚才刚刚要引进 不过要跟大家讲的是 在北美发布的大改款车型 是大概率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 马来西亚也就是东南亚的 Kicks 跟这个北美市场 Kicks 以后会分开啦 那么我们即将引进马来西亚市场贩售的 Kicks 这个其实跟这个泰国市场贩售的是一样啦 属于一台 B-Segment 的 Crossover 车型 那么这台车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采用了 1.2L 的 e-power 技术 那么什么是 e-power 呢 e-power 呢 其实就是一个 背着发电机的这个电动车来的啦 它的这个 1.2L 引擎 并不会直接参与这个车辆的驱动 而是作为发电机 供应这个电力去给这个电机 还有帮电池充电 所以这个 e-power 的车型呢 它开起来跟电动车非常的类似 而通过这个泰国媒体跟台湾媒体精致测试呢 这一个车子的 0-100 加速表现 其实还不到 10 秒 如果是讲以这个 B-Segment 的车款来讲 这个加速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么根据泰国的数据参考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36 PS 峰之牛率表现 270 Nm 左右啦 这样子的数据放在 B-Segment 的 Crossover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 Nissan Malaysia 呢 也是有表示这一款车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同时它的价格会很有竞争力 那么我就非常期待 这款车的境内会有几多呢 是不是可以威胁到 HR-V 啊 X50 啊 还有 Modify 的地位 我们就接下来往下看 未来呢 有进一步的消息呢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网站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为大家送上 那么第二款预计会在 2024 年下半年 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新车 就是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的小改款车型 我讲到这个的话 很多 Southpane 又要骂我了 因为害他们的现款车型卖不出 不过我也必须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一个急用车的人 然后你现在想买 Toyota Corolla Cross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去啦 因为据说现在折扣蛮多 可以扣到5000块 然后混合动的车型好像是7000还是8000块 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入手时机啦 所以等车的话可以直接去 没有帮 Southpane讲话 然后接下来就要讲到这款车的重点 其实这个 Corolla Cross 是小改款 它整体来讲它改变并没有太大 主要是在外观的设计部分呢 采用全新的家族化设计 然后配备的部分做了一点点升级 包括采用新的全数位化仪表 更大尺寸的触屏主机 还有电子手刹车 你没有听错 电子手刹车呢 终于出现在马来西亚的版本了 不过相比起电子手刹车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实体的刹车啦 虽然我这些车也是有电子手刹车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实体刹车 不管是手拉式的还是脚踏式的 我觉得还是更为方便一点点 那么这两车的配备部分有什么升级呢 就是因为有电子手刹车的加入呢 它终于有了真正的这个 可以stop and go 的ACC 功能 剩下的功能跟目前的车型一样 它主要的更新就是在一些 隔音表现等等进行升级 至于在引擎配置的部分呢 东南亚版本的Toyota Corracros 听号是东南亚版本不是马来西亚版本 都是采用这个1.8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8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动力表现对比小该关键并没有增加 在这个自然进气版本的部分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依旧是139PS 142Nm 至于混合动力版本呢 综合最大马力达到了122PS 它并没有升级成第5代的这个THX 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可惜啦 不过呢 目前在马来西亚的Corracros 混合动力版本的销售占比超过了40% 所以我相信接下来呢 UNW Toyota也会把这个重点 放在混合动力的车型上面 至于在价格的部分暂时还不清楚 只是有消息指出这款车会在今年内上市啦 那么大家会期待这一款车呢 相比起Nissan 还有Toyota呢 Honta 可能会在2024年引进的新车 让我更为期待 那么这一款车是什么车型呢 其实呢它就是这个HONDA HR-V的电动版本 HONDA EN1 其实这款车在之前已经在泰国正式开始生产 然后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呢 这款车也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啦 而且呢它也是HONDA Malaysia的少数 没有在马来西亚CKD的车型 据说这款车是从泰国引进 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目前马来西亚政府 对于电动车是有这个免税的制度 所以如果它们从泰国进口的话呢 这一个入口税的部分呢 它们就不用担心太多 然后这辆车也可以到有一个蛮有竞争力的价格 那么这辆车呢 讲是HONDA HR-V 的电动版本 但是在外观跟内装设计部分呢 都进行了蛮大的升级 首先在前连的正中央呢 就多了一个充电口 然后它整个头灯组的设计呢 就其实还是跟这个HONDA HR-V 非常类似 最尾灯同样的也是采用了这个连贯式的灯组 那么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内装 因为内装的部分呢 首先它加入了分为灯的设计 然后呢它的中间有一个很像Tesla 的超大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我在泰国车展有测试过啦 顺畅度让我还蛮惊讶一下的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有点值得期待啦 另外呢它的数位化仪表也更换了一个新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科技感的 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讲到它的电池跟续航的部分 其实这辆车配备了两个电池组 分别对应430公里的续航跟510公里的续航 而且呢它的动力表现也是有一点点差距 如果是讲你买到顶配的版本的话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201HP 峰值能力表现310Nm 然后这辆车的Torch Speed是160kmh 讲真的吼 如果是讲电动车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市区驾驶 或者是维持一个得理的速度巡航 很少人会开到160kmh 然后在这个充电速度的部分呢 其实官方并没有详细的数据讲到 它的DC跟SE是多少啦 但是他们就表示呢 可以在40分钟内 把电量从20%充到80% 那么这一款车呢 也是这个Honda 的一个战略啦 因为Honda 也要大家知道 它除了涡轮引擎跟混合动力引擎之外 其实它也是有电动车的 所以呢这款车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Honda 马来西亚应该会有很大的动作 不过我们就暂时还不知道这款车会卖多少钱啦 所以你会期待这款车吗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泰国看了这款车过后 我还是蛮期待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款车 那么讲完了日本车过后 我们又要讲回中国车 因为下半年还是会有一些中国车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现在要讲到的这款车 这款车是我个人也期待值很高的车型 也是一辆电动车 它就是JQ的J6 JQ的J6跟J7有很大的不一样 J7呢是一款纯内燃节车型 但是J6就是这一个纯电车型 而且它的外观设计很特别 它采用的是这个方盒子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的硬派 也有一点像迷你版的Defender 这个外观设计我给赞 然后这辆车最大的不同之处呢 就是它采用了前后双电机的I-RES四轮驱动系统 所以虽然它是一台电动车 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有这个越野能力的 也跟这个JQ的这个品牌定位很接近 就是主打一个轻度越野 那么它的前后双电机呢 最大马力达到了274HP 峰值扭力是385Nm 根据官方数据呢 0到100的加速 可以在6.7秒完成 那么这个动力数据呢 就很逼近这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啦 然后呢它也支援最快85kW的DC快充 不过我觉得这个DC快充速度可能有一点点慢啦 然后在NDEC的测试之下呢 它的最大续航可以达到470km 那么这辆车呢 同样会在马来西亚以CKD的方式翻送 依据它的售价是在16万令吉左右 这辆车可以讲是一辆精品车 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啊 如果你也喜欢这辆车的话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最后一款会来到马来西亚的车子呢 就是这个Hawa H6 其实这款车我们也讲了很多次 影片也拍了很多次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原本这款车就是已经要发布了 但是因为有一点点的变动 所以导致它时发布 不过没有关系 好料成底 我觉得这辆车是不错的 因为我真的开过这台车 整体来讲它的空间够大 动力够强 配备也好 然后时速度也好 所以这辆车呢 只要配上一个合理的价格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大卖的 而在马来西亚的Hawa H6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采用的这个1.5公升的 涡轮增加引擎和电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 综合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239 HP 然后它的峰值扭力表现呢 则是达到530 Nm 在目前的Sysman SUV里面呢 它算是动力最强的那一款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官方一直表示 这一款车在马来西亚的价格 会很有竞争力 所以我个人预计它的售价大概是在14万到15万令吉左右 可能在荧幕前的观众会讲 这个价格会有竞争力吗 首先呢 我们先考虑到它的配备跟它的技术 尤其是它的混合动力技术呢 我自己开过后我真的觉得还蛮赞一下的 所以你问我讲14万15万它值不值得 我觉得还蛮值得一下的 因为可能它的同体对手价位比它低 但是那些都是纯内燃机的车款 只有它是涡轮加电机组成的混动 这一点是它最大的卖点 当然呢 它也是有这个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还有这个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等等的便利功能 而且哦 马来西亚版本 会有这个最新的设计 就是讲它可能会有这个双色的内装 还有这个比较colorful的外观设计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如果真的还在等这款车的话 可以再继续等一等 因为再等下去应该也不用等太久 就可以看到它发布了啦 好啦 以上这五款车就是即将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新车 那么五款里面你最期待哪一款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我是Ivan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